緊急加開專責病房 就算是這樣子的 去疏通急診的病患 樓上的病房還是滿的 疫情不快醫療 三八七的病床漸漸不夠用 大家真的很辛苦 但是所以你要想的一件事 萬一這個疫情是現在的兩倍 我們的系統會不會崩潰 就算想辦法增加病床 醫療嚴重力要怎麼報 六位十一 晚上九點 台灣技術後 好